要知道 徐扬团队这么半天 也已经战斗很久了 苦于没有大片大片出现的顶尖强者前来应战 因此他们急需一个活靶子 来释放宣泄自己强大的战斗欲望 毫无疑问 眼前的这名记者刺客头目就是最佳的人选 你这家伙还真是羊肉虎口 我的看看今天你还想怎么活命脱离这个地方 在螃蟹得手之后 血刃立刻行动了起来 利用两道虚空 生生事将这家伙所有的退路完全毒死 紧跟着 阿诺和阿文兄弟 两人提着巨斧 斩刀赢了上去 一连恶狠狠的坏笑 看着这个已经沦为砧板之肉的刺客头目 而为了防止这个家伙 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后手 可能在不经意之间 对团队中人造成伤害 徐扬因此更多的一份把握 轻轻点脚之下 五米开外方圆的位置 全都被他吹散的金色天使之光 庇护了起来 对方的确还是想挣扎一搏的 可是当他感受到徐扬身上 散发出来的强大气息之后 彻底走向绝望 再也不敢做这样毫无意义的奢求了 罢了 今日老子落在你们手中 我认在 要杀要挂 西庭尊便 不过你们想要这样就脱离情人城地牢 根本是不现实的 因为后面还有更多等待你们的危险 你们太小看这座地牢了 当你们发现这座地牢真正秘密的时候 就是你们彻底走向寂寞的时候 没等他这话说完 在队伍当中都没有什么存在感的铁头 突然走了上来 冷眼扫了这刺客头目 然后突然摊开自己深绿色的巨大手掌 生生是当着所有人的面 将眼前这个头目的头颅 捏成了粉碎 好了 诸位大显神通吧 接下来应该没有什么难度可言了 我要看到你们最强大的一面 并且根据你们彰显出来的实力等级 对后续我们的征途进行一系列的系统规划 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表现啊 徐扬这话刚一开口 他便发现身边每一个八门团队当中的强者们 已经全都离开了原地 阿诺和阿文两兄弟 乃是团队当中当仁不让的狂战士 什么时候都是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 而这两兄弟的强悍战斗力 也是再一次让徐扬和小花感到了震惊 几乎这两个家伙每一次出手 甩出各自手中的武器的一刹那 都将奉献出一场真正可怕到极点的杀戮盛宴 他们甚至天生就是为了杀戮而生存 为了战场的荣耀而存在 然而 最让徐扬二人感到惊艳的却是血刃 那个最强大的女刺客 起先在之前石门的位置 发挥出自己的专属作用之后 徐扬和小花二人便一直以为那就是她最强大的功能了 可是当这个女人进入到战场之后 徐扬和小花才终于明白她真正的作用 到底有多么可怕 她手中的每一把飞刀都能够毫不留情地 夺走十个人或者几百个人的生命 并且这样的过程仅仅只是在一瞬之间上演 令人防不胜防 这一刹那的功夫 这一名美艳的战场收割者 完成了专属于自己的使命 三下五除二之间 剩下的这一百多号黑衣侍卫 全都被这零星剩下的几个人完成收割 原本这个地方还是空旷而寄兴的平整永道 现在却是堆满了尸体 血流成河的杀戮战场 徐扬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也仅仅是无奈地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这一次我还真是低估了那个老五了 如果我早一点识破他身份的话 或许情人城地牢当中的这样的悲剧 也就不会再上演了 如果我的判断没错 老五之所以本尊没有反应 就是想用这种人海战术的方式 一点点堆起整个地牢 而他真正的目的应该都藏在下一关 也是我们能否突破这座地牢的最关键的核心区域 听到徐扬这么一说 八门团队当中的其他战友们 纷纷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老大 你这话又是什么意思啊 最中间的区域应该是离出口最近的位置 以我们团队如此强大的战斗力 就算他们来再多的人 也不可能叫我们奈何得了 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徐扬却是冷静地摇了摇头 你们可千万不要这样想 接下来这个阶段绝对大意不得 或者说你们难道就不觉得 出现在这个地方阻拦我们的人 陨落得有些太过刻意了吗 如果你们是统领这些战士们的领导者 你们会在明知道犯人实力 远远强大过他们的情况下 还叫这么多人下来送死 这有什么意义呢 情人城原本就已经足够坚固了 这些人的到来明显就是多余的 因为他们根本从一开始 就不具备改变这整个事件 结局的能力 他们进入战场就是 化射天足的一波举动 当然 这些仅仅只是发生在 表面的表象而已 掌控者潜藏在深层的真正目的 现在我们还是无从知晓 而答案一定就潜藏在 下一个阶段的战场之中 听到徐扬这样一波 理性分析团队当中的众人 也都开始觉得他说的相当有道理 一个个也都拿出了应对终极关卡时 应有的严谨姿态 而这最后一关的开启阀门 也就是连同整个情人城地牢 核心区域的阵法 阵闻却是相当的古老和神秘 连徐扬和小花都没能在短时间内予以解读 不过二人却发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线索 这地牢当中的法阵封印竟然蕴藏着和秦王令十分类似的气息 当徐扬来到这法阵外围十米开外的地方的时候 周围一股莫名的吞噬之力凭空出现 惹得徐扬身上这两枚秦王令凭空出现 彼此交相呼应 释放出的暗淡的金色光芒化作一道细弱油丝的气息 一点点渗透进了眼前这道几乎完美的法阵当中 我的天老大 你手中竟然有两枚秦王令 这太不可思议了 你究竟从哪得到的 还是说你本人拥有忠誉皇族的血统啊 阿诺等人完全傻眼了 他们作为忠誉皇族范围内的子民 当然明白着秦王令意味着什么 随便一道令牌 就有能力号令几大诸侯麾下其中一路人马 并且有资格随意调动这一脉的底蕴资源